预渡相机已经陪伴我们录过不少的节目了 在BBT的镜头里尤为常见 作为该领域的领导者GoPro 其地位一直无法喊动 直到Sony的运动相机崛起 不可能 即便最新的FDR-X3000也无法超越GoPro 虽然Sony的技术 软件和硬件都是摄影行业的佼佼者 但是想要和纯粹的运动相机制造者 专业 还需要一些沉淀的 FDR-X3000的造型一直沿用Sony运动相机的一贯造型 说小吧 不够小 说大吧 也不是很大 反正都是要装复件的 不过说真的 Sony这个机器的造型蛮奇怪的 可以想象如果架在头盔前面或者胸前那个样子 的确很奇怪 而且加上防水罩之后 那个方方的镜头罩就更奇怪了 不过机器圆润干脆的样子还是冬陶洗的 而且在不加附件的握持感上 比GoPro舒服一大姐呀 还有蔡司小蓝标的加持 逼格是非常的高啊 每一个可打开的盖子都有防水胶垫 这意味着FDR-X3000自带防水件能力 在存储卡的插槽处理上很让人费解 因为它可以插入两种规格的卡 M2和MicroSD卡 两种卡用一个插槽 只是方向不一样 老是有插错了的时候 开机显示还以为是卡坏了 估计每一个新拿到机器的人都懵逼过 好了 相机还是要看拍摄效果 由于GoPro Hero 5 Black已经还给网友了 我们只能拿Hero 4还比较看看 而且如果用Hero 5的话 真的有点太对不起Sony了 因为嘛 Sony完全不是对手 除了直出色彩跟防抖能拿来谈谈以外 别的地方都逊色不少 至于为什么 我们边对比一下Hero 4边谈 首先要说价格 FDR-X3000最基础套装要3480元 GoPro Hero 4促销价只要2998 而Hero 5 Black也只要2998 Sony买回来之后 附带一个60米深浅防水壳 Hero 4同样附带一个防水壳 但只有40米 Hero 5自带十米防水 这一点上 Sony的防水工程确实好一点 但这真的值这500元吗 从潜水爱好者的角度上来说的确值 可如果把别的层面算进来的话 Sony的价格却是高了 视频拍摄同样拥有4K 30帧的最高画质 比肩Hero 4 1080也同样拥有每秒120帧的高速摄像 在Hero 5出来之后 Hero 4也更新了视野模式 增加了消除畸变的线性视野 Sony也有三个不同的视角 但看起来 Sony的宽模式视角 并没有Hero 4的宽 况且GoPro还有一个超宽视角模式 Sony的边缘畸变修正的比GoPro要好一些 有的人喜欢更广阔的视角 有的人则喜欢没有畸变的效果 但运动相机讲究的就是大广角 记录而广角必然有畸变 如果你不喜欢 为什么要买运动相机 上点钱买微单呢 还可以换镜头 到后来为了满足这个需求 GoPro也做了一个防畸变的线性模式 现在来看看效果不得不说 蔡司加持的Sony镜头确实不一样 色彩要比GoPro好看很多 无论Hero 5还是Hero 4 颜色上都显得更灰暗 饱和度更不低 这也是X3000的镜头 我能找到勉强算得上优点的地方之一 那就是直出色彩的讨喜 Sony拥有两种色彩模式 中性和生动 而GoPro也有两个 GoPro色彩和平面色彩 不难看出 Sony的中性和GoPro色彩很接近 Sony的中性会稍微灰一点点 而Sony的生动模式 就像套了一层滤镜 饱和度和对比度都增加了 对呀 看起来真的美多了 对于运动相机来说 有一个更好的直出色彩 是非常有优势的 不太会动后期的 直接就可以拿来用 剩下不少功夫 Hero 5的颜色调的还不如Hero 4 所以这一点上 Sony的确有优势 但因为我们这群人是有后期强迫症的 所以更喜欢宽容度高 细节保留更多的话 同一个角度同一时间拍下来的画面 理论上看 Sony的色彩和宽容度是高于GoPro的 然而实际表现情况 有时却不及GoPro 对于调色来讲 并不能很好地进行色彩的再创作 在低照度环境表现下 Sony显得略胜一筹 感光能力更高 明暗对比不会那么突出 不过也只是吸引着 因为Sony的噪点 已经达到无法忍受的级别了 X3000的照相模式 很扯淡的是没有画质选择 拍出来之后 和GoPro最高画质的照片 比起来跟视频就很像 看上去很美丽 但实际上清晰度略低于GoPro 总结起来就是 如果你需要更好的画质来后期处理影片 请选择GoPro 而你需要一个机器已经处理好的画质颜色 Sony适合你 接下来上4K 嗯 由于国内的视频网站没有4K功能 请想办法到YouTube观看4K的影片 然后 另一个Sony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防抖了 Sony的摄影产品 每一款都在大肆宣传器防抖能力 看来Sony是真的下了狠心 在跟稳定器做抗衡 没错 手持拍摄情况下 确实没稳定器什么事儿了 虽然比较加了智云的GoPro来说 稍逊一筹 可还是非常稳了 跑起来嘛 纯手持模式下 Sony这个画面超的呀 嗯 还是不要跑那么快 不过 如果你没有那么剧烈的拍摄条件的话 倒是省了一个稳定器的钱 Hero 5也加入了防抖功能 虽不及Sony 但也可以说Sony没有太大的优势 然后就是软件上的区别 两款运动相机大致上的功能都差多 但是Sony没有 luxo和快门速度的选项 这一点对于摄影爱好者非常不理想 但索尼有一个三倍数码变焦 不过说实话 整变焦之后不能精准地体现其画质 那真的咋地 在手机监测APP套件上 索尼和GoPro的首次连接方式同样麻烦 不过之后就方便了 GoPro的图传信号明显稳定太多 索尼的平均每5秒会卡一次 心泪 而且作为运动摄像机的APP 索尼居然不支持视频下载这手机 哦 你在逗我吗 抱歉 我刚刚说了索尼拍完直接就拿来用 现在看来你还是得找电脑了 而且两APP都是通过Wi-Fi连接 但我们可以看到GoPro连接手机之后 4G网络是可以同时使用的 可索尼的却不行 配件索尼的配件不比GoPro便宜 价位设置上是差不多的 不过种类并没有购物那么多 最开始我觉得索尼的标准4分之1 螺丝接口很良心 但仔细一想 其实你还是需要可调节方向的轴 所以你还必须去买可调节方向的配件 哦 对 续航能力 索尼的确是比GoPro好太多了 两块电池日常拍摄记录 一天没有问题 外观四形 或许有的人更喜欢GoPro四四方方的造型 但其实索尼这款机器延迟也不低 回头率也会比GoPro高 FDR本来也是索尼的DV机型号 造型也是一直从DV延续下来的 应用性四星 索尼的机器用起来要比GoPro Hero4方便的 按键也更合理 但不及Hero5的触屏和语音操作 拍摄质量三星 运动相机嘛 拍摄的画面本来就不能太强求 虽然清晰度稍微差一点 但色彩好看还是非常有优势 性价比三星 你本以为买了一个索尼的运动相机 可以不用稳定器了 可手直接举着还是不太理想 最后还是要买一堆配件的 算下来 和买GoPro所花的钱 差不多 综合评分 7.0 FDRX3000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相机 但也是和GoPro一样 最值得购买的运动相机之一 但回到那句话 索尼在运动相机领域还需要沉淀 对比GoPro和索尼给自家产品的宣传 和对应社区里的作品 就知道 运动相机文化 索尼还有太长太长的路要走 支持好节目 一元钱打赏 想支持我们的朋友们 请点进我们的淘宝店 支持我们 你就有机会获得我抽筑的TESTV马克杯哦 好 接下来说一个重要的事情 我们TESTV的联合计 2017年1月6号到16号上线了 除了你们喜欢的火锅里料 牛肉干 人吃吞儿以外 我们还为大家上线了两样美食 分别是鱼味香肠 重庆板鸭 这些美食是你回家过年 不可不备的联合哟 嘿嘿嘿 香肠和板鸭是我和群演 从去年11月份都开始筹备选择 今天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希望我们用心的选择 能够得到你们的肯定 春节假期有TESTV 不停更的新节目 和TESTV为你准备的联合 陪你过年 具体那些新品的介绍 登录我们的淘宝店 自己去看咯 还有小惊喜等着你们咯 还有都是给大家说一下快递哈 登录我们的淘宝店 每个地方快递最后的揽件时间都在上面 一定要在这个之前下单咯 不然的话你就自己需要补运费 叫顺丰给你送过来哟 今天晚上直播八点钟 照常进行 主题回家过年 给妈妈做的一道菜 我们再搞两个拍卖给大家玩一玩 B站直播 545 189 几刀器都来哟 接下来是淘宝上电视时间 旺旺号海溃天空说 作为一个在重庆上楼四年大学的外地人 TESTV这个大家庭 让她想到了她的大学室友 麻辣牛肉干让她回忆起了重庆的味道 希望TESTV越办越好 做出更多更好看的节目 好的 我们答应你 一定努力做出你们更喜欢看的节目 谢谢 那个旺旺号我看不到在哪里 你说 我一说你肯定知道就是你哈 超级好吃 麻油也很香 一个朋友得了痔瘡 也一定还有点压韵哦 认识用火锅底料把她勾起来了 她吃了以后第二天不晓得她的痔瘡会哪个样 哈哈哈哈 这位朋友 你真的套路好深哦 嘿嘿 好 现在说完一件事情 那就是1月14号科技江湖你报名了吗 已经报名的小伙伴 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官方微信当中去查询一下 你是否已经报名成功了 相信已经有电话给你联系了是不是 那么没有报名的小伙伴 还可以继续通过扫描这个二维码报名 那么期待1月14号和你前面 好 来上电视 嗯 来自哔哩哔哩的网友 htxbhll说 想听老板说这段绕口令 据说成庆话很难说说 鱿鱼要到刀上鱿不倒 刀上鱿不倒 呵呵呵 来自优酷的网友特色Ridersupertay 说配音君的配音 治好了我多年的便秘 你让那些听了我配音之后 食欲大增的小伙伴怎么办 来自YouTube的网友KinU说 觉得男后期特别有女人味 可以考虑让男后期穿女装做一期 女装值不值得买 既然大家都发现了 我也就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 其实呢 男后期是女的 女后期是男的 嗯 就这样 谢谢 Test V Bonnie try before you buy